3 2 1 请进入 台东市立托儿所要走入历史了 而即将改名为台东市立幼儿园 23号在圣诞节前夕 市长陈建格戴起了圣诞帽 和在场的小朋友们玩开来 手里拿着圣诞礼物分送给小朋友 而整间的幼稚园 弥漫着温馨的圣诞气氛 但这一天还有个更重要 也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 就是更名仪式 在101年元旦开始 这间托儿所将改名为市立幼儿园 历经了18个年头 在这18个年头里面 我们不断地孕育出我们台东的子弟 那么我们的子弟从最小到现在 应该也都有18岁的 几乎接近成年的这样的一个年龄 我们民国100年难忘的圣诞节 我们更能够把我们的幼儿园的教育 能够落实 能够提升所有我们幼儿的竞争力 让我们所有的未来的主人翁 都能够在非常自然快乐 一个新的成长学习环境下 能够非常的充实 双喜临门的感觉欢迎的笑声不断 而换上了圣诞装 而招牌也更新了 这些天真的小朋友们 现在顾不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还是跟市长抢个圣诞礼物 比较实际一点 而最后来个大合照 最后看到市长被整个园区的小朋友们包围 但这种温暖又开心的场合 就算公事在忙 也不禁流露开心的天真笑容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报道